來,第一棒的主題 讀考的 甚至還要留著 我們不能有另外一個地方 不要占用那個 你也 看到嗎? 插掉了 沒有,看到我就插掉了 分生組織上次提到 就是那個 金頂或者是根尖的頂端分生組織 那一般這個部位的分生組織 可以讓植物長高或長長 那次級分生組織像微管樹形成層 跟木栓形成層 然後基本上它是負責那個橫向的生長 微管樹形成層可以讓精長出 對不對? 那木栓形成層可以讓木栓的厚度 可以維持或者是增加 好,所以分生組織的基本特性就是分裂 那上面提到一個名詞 叫核子餅 好,可以用來形容這個細胞大小問題 我再知道一下,因為這種東西 描述見人見智 所以接下來會認圖比較重要的 就是 頂端分生組織 通常是會在尖端 最前端 那新的頂端呢 因為比較沒有跟土壤摩擦的這個問題 好,所以它分生組織就在這個地方 OK 再加上它旁邊這些葉子 老葉或生葉 還沒有完全開展之前 其實對它來講 可以形成一定程度的這個保護功能 好,它旁邊這個都是原葉 就是那個 震王 從外型開始塑造的這個葉子 所以你看它裡面的這個細胞 還看不出微管處的樣子 這顯然的這個離成熟還有一段時間 那我們講說這個分生組織的特性 是它的細胞子會比較濃一點 然後細胞比較小 所以你看這個區域的細胞 那跟下面來比 這個細胞的大小就明顯差很多 對不對 顏色來說的話呢 那這邊顏色比較深 這邊顏色向這邊比較淺 那它分類出去的細胞開始往下堆 所以這個附近的大約等同 也是那個根的延長部 那這段過程當中 它還要去預留幾件事情 比如說 它分類出去的細胞 如果往旁邊 如果往旁邊 那那個就是表皮 對不對 然後如果都在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 這個少一段 如果下面再有一節的話 可以看得出來 這個附近它開始形成那個微管樹 那中間這個地方 就是那個將來的水 那如果旁邊呢 要預留那個長枝條 或開花的位置的話 還要留下那個側芽或者是異芽 然後順便讓那個葉子呢 開始發育 所以它要負責的事情 其實還蠻多 就是整個 那個植物體的 各部分的構造的分配都歸它 可是 如果它分裂出去的細胞 將來落在微管樹的正中間 那個地方呢 可能就會被 繼續保留它的分裂能力 就是那個微管樹形成層 所以 微管樹形成層 其實它也是 遠自於頂端分層組織而來的 好 那這是根間 根的比較大的問題 是它在塗網當中 會跟那個 塗網顆粒摩擦 好 所以 這個是那個 根間的分層組織的位置 那外面呢 還要多一個這個保護層 這個就是根管 或者是根茂 那根管或根茂的話 它的發育成熟的時候 會變成死細胞 所以你現在看到這個表面 有一點鬆散的細胞 因為它死掉了 沒有辦法配合跟長長的過程當中 這個地方呢 慢慢的受到那個 那個 新的 新形成的這些根管細胞 的排擠 所以 表面的細胞呢 常常會因為磨損 或者是撐彈 然後 就開始裂 然後就開始脫落 那 反正無所謂 因為底下有新的細胞 會來取代它 你看 所以 根管一般來說 要維持一個基本的厚度 然後 主要要保護的 其實就是分生組織自己 那 根間的分生組織 它一方面 向外呢 要形成這個根管根茂 就是這個保護層 往後的部分的話呢 這一段 大概就是延長部 所以你看這個地方 其實很明顯 它那個 尾管束呢 看起來還模模模模模的 還不是很清楚 表示這個地方是延長部 那等到在上面一點點的地方 那個 尾管束 直部跟皮部 你都認得出來 那表示 那個尾管束已經形成了 所以那個地方就是成熟部的開始 而且 你可以從那個根的旁邊去看 那個地方開始應該會有根毛 所以你看這段 表皮上面通通都沒有根毛的跡象 所以這個地方應該都還是延長部 所以它分裂出去的細胞呢 開始往後堆 對不對 那我們以前講過 因為這一段的細胞呢 都是還沒有長大的細胞 所以等到它們長大的時候呢 這一段在整個根的生長上面 它的長度變化會最明顯 成熟部的細胞在往上 成熟部的細胞 因為它細胞已經達到那個夠大了 定型的 不會再有明顯的長度變化了 所以那段的話 反而在根的生長上面 長度的變化是最小的 好 圍管束形成成的話 當然 不是所有的 植物都有圍管束形成成 一般來說 雙子葉 螺子植物會比較普遍一點 那單子葉的話呢 基本上是應該是沒有 或者我講少見 然後 所以接下來要怎麼去找那個 微管束形成成 以這個植物來講 你看環狀排電的特性 對不對 所以這是雙子葉植物 然後接下來呢 我們講說 找微管束的時候呢 要先找到誰 要先找到木質部 先找到木質部 木質部的細胞呢 比較大 你看 然後那個細胞壁比較厚 你看它線條 又深又清楚 這是細胞壁比較厚的特徵 你先找到木質部之後呢 拿其他左右的鄰居 這個微管束當參考 OK 那往旁邊去找 往旁邊找呢 不是這個地方 就是這個地方 就是韌皮部 OK 那怎麼確定說 這邊或這邊是韌皮部 第一個 你去看 這邊的細胞相對比較小一點 對不對 那這邊細胞相對會比較大一點 再加上這個 微管束的排列方式顯然是環狀 合理懷疑 它很有可能有微管束形成成 所以這個地方 比較有可能 微管束 對 它雙子葉 所以這個地方應該是微管束形成成 隔壁的這個才是真正的韌皮部 所以這合理 就是 雙子葉植物的 微管束形成成 是坐落在那個 複製部跟韌皮部之間 那 這個我幫你算不算出來 大概只有四層細胞 所以一般微管束形成成成 應該說分層組織 其實它保留的細胞屬物不用很多 以形成成成這種來說 兩到四層其實已經夠用了 那它不斷的分裂 往外就去補充任皮部的細胞 往內就補充木質部的細胞 木質部因為 萬一不小心那個管子裡面 那個主色空氣的話 那那個管子算是報廢的 所以你要去更新它 那旁邊這地方呢 微管束靠外側這個附近的薄壁細胞 這個是皮層 它裡面是水 所以 如果這個地方還有微管束形成成的話 那事實上它也可以去補充這些薄壁細胞 不過這顆食物看起來能力不是很好 因為它的微管束形成成 連續性不好 你現在看喔 這個地方是微管束形成成 這個地方是微管束形成成 兩個微管束之間這個地方 是不是比較看不出來 有沒有 所以你在這邊想一下 為什麼有一些雙子葉的植物 它的金 我們不是通常講說 雙子葉的金比較有長出的可能性嗎 可是有一些草本植物 它真的真的在金啊 就是說 它一旦成熟之後 就大概定在那個地方了 之後也不會再繼續生長了 其實就像這樣子 不是所有的雙子葉的微管束形成成 它的能力都很好 可以讓金一直持續的長出 就像這種 這個微管束形成成 不太連續 所以它在將來那個金的增長的過程 長出這個過程 其實貢獻度相對比較差 它大概是維持那個微管束的工能面的完整 然後接下來 那到了木本植物的發展裡面 如果是雙子葉的話 草本木本它當年都曾經有經歷過這個階段 就是微管束是一個一個 環狀台電 可是在木本植物來說的話 你還要考慮到它還有一個另外一個階段的成熟過程 那那個成熟過程呢 會有一個很明顯的問題是 通常它們的微管束形成成連續性就比較好 然後接下來 那既然連這個地方都沒有缺口的話 那現在呢 在後來的成熟過程當中呢 它會把這個兩個鄉林微管束的木質布這邊呢 全部都填滿那個木質布 然後往外 假設這個水平 基本的水平線在這個地方 往外的部分 原本兩個鄉林微管束的韌皮布是不連續的 它也會把這個地方填滿 填成那個韌皮布 所以原本那個圍管束是不連續的 是點的 那它就會把這個點連成線 所以當這個植物呢 如果它是木本植物的話 大概在第二年第三年之後開始 就會有一個很明顯的轉變 你就會看到原本沒有連在一起的木質布呢 現在呢 變成一個同一個紋路 如果從金的橫切來說的話 就是變成是點連成線 那同樣式的筆布也會有這個特性 所以你看這個植物的話呢 它的木質布已經開始看到有同心圓的跡象 對不對 認皮布其實大致上也有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 木本植物開始走入成熟的過程 好 現在呢 它的圍管束排列的方式呢 正在轉變 對不對 好 那你要去認出圍管束的位置 還是相對比較容易 因為你看這個地方 這一區統統都有大細胞的跡象 對不對 所以一路從裡面往外追追追追到那個 大的細胞的分布呢 差不多快要結束的時候 欸 開始轉換成另外一種特質的細胞群的時候 所以這兩個之間應該就是 就是圍管束形成層所在會 所以先找木質布是有它的好處 因為木質布的隔壁應該是認皮布嘛 所以這時候再去從它們兩者之間去找 那個圍管束形成層會比較容易一點 那可是接下來問題是 呃 後來這個木本植物的發展裡面呢 因為木質布的細胞 細胞壁比較厚 然後堆積的效果比較明顯 所以隨著這個植物的生產過程 經越來越粗 經越來越粗之後呢 我們再回去看這個地方的問題 這是表皮 大概兩三層 對不對 經如果持續的長大 那它的輪廓變大的時候 表皮這種保護組織 理論上也應該要同步增加 那你要增加那個經的表面積 要增加細胞數目 可是你要有細胞的來源 就表皮來講 它是一個成熟的細胞 所以它自己不會分裂 OK啊 所以你要去找 究經的細胞來源 這是誰 從裡面去找 只能找到圍管束形成層 可是圍管束形成層在這個地方 它離表皮這麼遠 我總不能說 這邊分裂的細胞 然後跳到這地方來用 所以不合理 所以連這個地方也是一樣 相同的問題 這是皮層 對不對 皮層這邊的薄密組織的話呢 其實你要直接從圍管束形成層 拿到歐癌根基的細胞 這也會有困難 所以 如果我們植物在從年輕走向 勞化的過程呢 它必須要去解決這個問題 至少要先解決保護層這個問題 所以你現在所看到的最外面這個地方呢 開始變得有一點粗糙 顏色很深 細胞壁很厚 OK 這個是後來取代表皮所形成的新的保護層 就叫做木酸層 那這個層次呢 它不會平空出現 它是用 好 要吸用 本來這個地方是表皮 然後下方是薄壁組織 它就改造這個地方 把這邊 把臨近表皮這個附近的細胞呢 做個改造 原來的薄壁組織呢 基本上 它算是已分化 薄壁組織在型態跟功能上 大致算確定下來的 好 可是因為我們現在要 額外再產生一群有分裂能力的細胞 來應付什麼問題呢 我要往外產生新的保護層 往內呢 要適度的補充薄壁組織 你看這個時候呢 阿六植入是用這個方法 在臨近表皮細胞下面的這個附近的薄壁組織呢 它從薄壁組織已分化 然後呢 讓它回復成 分生組織 分生組織當然它有分裂的能力 對不對 有分裂的能力 那這個過程 我們把它叫做 逆分化 它從 沒有分裂的能力 回復成具有分裂的能力 對不對 薄壁組織源自於誰 這一些薄壁組織 當初 源自於可能是頂端分生組織 那它成熟了 所以它成熟了 所以它應該算是一分化 那它成熟了 理論上它應該沒有分裂的能力 所以我們現在是刻意 讓它回復成具有分裂的能力 所以這個現象 這個過程叫做逆分化 好 所以這個分生組織做好之後呢 就可以開始做新的保護層了 所以這時候它就開始向外分裂 會產生木酸層 由木酸細胞所組成的 木酸層的成熟細胞 是死細胞 OK 然後它的出現呢 一開始是在哪裡 木酸細胞一開始是出現在 表皮細胞的下面 所以等到後來精的生長過程呢 那個表皮被撐破了 那沒關係 表皮被撐破 可是表皮的下面 我們早就已經預備好新的 保護細胞 就是木酸細胞 所以那個木酸層 就可以在第一時間 取代原來的表皮的保護功能 所以新的保護層就形成了 那時候表皮脫落也無所謂了 因為早就已經早一步先預備好了 那這個時候如果向內呢 補充薄弊組織的需要的話 那這個時候它會向內 就是適當的補充這些薄弊組織 就是皮層 所以皮層後來的細胞 其實也跟那個 尾管處形成層無關 木酸植物在老化之後 那個皮層的細胞基本上 主要是跟那個 木酸形成層有關 所以顯然的 這個形成層 它是後來才出現的 而且是利用那個 薄弊組織逆轉 讓它重新回復去 有分裂能力來的 所以這個一定比 尾管束形成層更明顯 絕對是刺身 因為後來才出現 對不對 還記得樹皮 順便再提一下 所以樹皮從哪裡開始算 樹皮我們一般是指 你從整個基因的這個輪廓當中 對不對 如果你要做一個破壞性的做法的話 這樣一破壞 哪個地方最容易被撕裂 最脆弱的地方 會是在尾管束形成層 木酸形成層 因為它跟木酸層有一點混在一起 那個層次不是那麼清楚 所以不見得會破在這個地方 所以通常呢 你看硬是把那個 木門植物的枝條啊 金 做表面的破壞的時候 通常它被撕裂的地方 就是尾管束形成層 所以尾管束形成層以外的地方 都是屬於樹皮 就是包括任皮部 包括皮層 包括木酸形成層 包括木酸層 對不對 所以樹皮是之後 最外面的木酸層的成熟細胞是死的 往內基本上幾乎都是活細胞 所以樹皮裡面是活組織 表面是死的組織 好 所以接下來 那下一個保護細胞就比較簡單 只有兩種類型 活的就叫表皮 死的就叫做木酸細胞 這樣夠簡單齁 然後大部分的保護組織 基本上都不會有葉綠體 包括表皮 表皮大部分的情況 是不會有葉綠體的 但不見得沒有顏色 因為有一些植物 它可能會需要 利用表皮細胞來呈現一些色彩 但這些色彩通常是跟瓜葛之中無關 所以它那個色素 很有可能用的是其他的 比如說像華星素這種 好看 那木酸細胞是死細胞的 所以你也不用去討論葉綠體的問題 也不用去討論顏色的問題 那個顏色大概就是屬於它的細胞壁 因為它死掉了嘛 就是那細胞壁 然後裡面的纖維素 也許穿插了一些雜質 對不對 所呈現出來的顏色 就這樣子而已 所以它要的事情是因為它現在要負責保護 所以表皮也好 木酸細胞也好 你一定會在細胞的最外層 植物體的最外層 這樣才可以執行保護的功能 所以它相對也是比較簡單 那至於你表皮要用幾層 木酸細胞要用幾層 那個是你植物的選擇的問題 如果這個真的很怕受傷 表皮可以多做幾層 但你不能太厚 我們剛剛看到這個其實已經算不錯了 這地方大概三層左右 三層到四層左右的表皮細胞 對不對 那可是它 這個基因可能還算是有一點大 一層表皮細胞是不夠用的 那木酸細胞一般來說的話呢 它是整個樹皮保護的最關鍵的一個層次 所以有些厚度可以演技 有沒有 比如說我們那個白纖層 穿堂 走出來兩邊 不是有兩三棵樹 然後它那個樹皮一定時間就會產生一個很厚層次的剝落 你會捏有點像 就是鬆散鬆散的這樣子很輕 整片皮可以剝下 白線層基本上就是這種 好 那表皮細胞裡面留意一下 雖然正常的表皮細胞不會有葉綠體 可是有一種表皮細胞 然後這個其實就沒有 所以看這個 可是有一種特化的表皮細胞 基本上它是有葉綠體的 就是保衛細胞 所以旁邊這些是一般正常的表皮細胞 我們染出它的細胞何當參考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這個 那保衛細胞通常它特化的時候 是為了要形成氣孔 那在植物的表面形成透氣性的構造 這個洞其實不太適合開太大 開太大那個洞不好控制 所以小一點的洞比較好控制 所以通常保衛細胞 會比正常的表皮細胞還要來得小 那大概我們講一個比較簡單的 這算是比較複雜的切割 講一個比較可以參考的切割方式 比如說像這個細胞來說的話 當初它葉子在圓形的時候 就是圓葉的階段裡面 在發育的過程 這個地方預定要出現一個氣孔 所以我就先把這個細胞 一方面跟旁邊一起發展 但是我順便再多寫一刀 這樣我就有兩個小細胞了 接下來在後半段的生長過程裡面 上面這個小細胞再切一刀 下面這個小細胞再切一刀 那這樣就是你旁邊這個 維持一個細胞 可是我這邊 同樣面積大小 我已經產生四個細胞了 對不對 那比較簡單的氣孔的處理方式就是 那這四個細胞裡面 我留下中間這兩個 讓中間這兩個 這個細胞的中間那個空隙 是可以去調整的 那兩個就是保衛細胞 那這個是切的更多刀 因為你看它的保衛細胞只有這麼大 對不對 所以這個處理上就難度再稍微高一點點 這樣之類的 就是你看 這邊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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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這邊再切開 所以兩個 那對 這是保衛細胞的處理方式 那保衛細胞離大部分的薄皮細胞會有點遠 所以這個養分可能它必須要以自主性 所以也許是因為這個樣子 留下它的光合作用的能力 讓它自己解決養分的問題 然後接下來 那如果我們從那個橫切面來看的話 這兩層就是表皮細胞 對不對 所以要求就是它要排列緊定 因為它負責保護 那下面是薄皮組織 對不對 所以它排列要緊定 它才能夠保護下面 那陸生的食物還有一個特殊的需求 就是要防止水分散失 對不對 所以這時候呢 這些表皮細胞會分泌蠟質 那蠟是脂質嘛 所以它分泌出去的時候呢 就會堆在這個細胞的表面 有沒有看到這個染色 染出來之後呢 整個蠟 這個 這個 批附在那個表皮細胞的表面 那這樣就變成是一個連續的層次 那這個層次不是輸水的嘛 所以這樣就可以達到那個 那個輸水 防止水分散失的功能 所以這層破掉當然就變成是一個 會漏水 就是水可能會跑掉的地方 好 就是表皮額外的 它要負責的工作就是 它要負責做到的功能 就是要形成蠟子 那這個蠟子 基本上就是一個防水層這樣子 好 這是表皮要做的事情 保護 防水 就是防止水分散失 那木酸層的話呢 木酸層它也可以堆 可以回到這個最遠 看一個原始的 這個 好 這個植物你看喔 一層、兩層、三層 這個大概是三年左右的枝條 那三年左右的枝條 你看 表面這地方已經開始有明顯的木酸層了 雖然還是有點多 這個地方就是木酸層 好 那如果我們看那個細節的話 木酸細胞其實一開始 它還在活著的時候 它也會刻意堆得很密 那它比較不會像表皮受到限制 就是它的堆的層次可以比較多 所以它有好處 可是因為它死了 所以呢 最表層的木酸細胞會有一個缺點 我今天一開始的時候 堆的可能很密 可是等到那個筋在持續長出的過程當中 表面的細胞一定先被撐過 因為它是死的 所以它沒有辦法因應植物的精生長過程 跟著一起變化 對不對 所以它死掉的時候 表面就開始變得有一點蹭破 變得比較鬆散 好 所以先脫落的一定是表面 那 反正無所謂 我下面是不是還有那個 這個就是木酸形成層 木酸形成層 仍然在持續產生新的木酸細胞 對不對 所以我這個厚度呢 通常是會增加 不會減少 可是 你堆這麼密 就會有一個問題了 你看喔 因為整個樹皮當中 只有這個地方 只有這個地方是死細胞 那底下都是活的組織 那你現在 這底下的活的組織 要不要透透氣 也需要 所以你堆得太密的時候啊 木酸細胞其實是有一點防水特質的 因為它那個細胞壁上面呢 有一些防水的成分 所以在這種比較偏向疏水的特質的情況之下呢 難透水難透氣 那底下的活細胞 所以植物在精這個部位 如果要透透氣的話 有一個處理的方式 一種呢 就是伴隨著那個 那個木酸層 在精的生長過程當中 逐漸的就被稱裂 那我們就透過那個 木酸細胞的排列方式呢 讓它裂的 有一點亂又不太亂 就像這樣子 所以這顆呢 在木 呃 精的長出過程 木酸層就裂開 然後形成的裂紋 好 好 然後這顆就是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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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斬樹 紅龍旁邊那顆 十年前拍的 好 十年前來好像也沒看到它 有種太大的變化 那這顆 這顆 是那個 空腹底旁邊那顆 那個 後來不是 那個 包了一層鐵地 有發現嗎 沒有 因為那個樹幹不是鑄掉了 會增菌感染啊 後來就 就找著 找著 然後把那個 那個 那個樹洞把它補起來 怕它繼續 繼續鑄下去 就垮了那樣子 那這個是松樹的那個樹 都是裂紋 你看 所以有一些樹呢 它就讓那個木酸層 在生長的時候裂開 裂開的時候 我就刻意 讓它有一點點 特色 所以 裂開的地方呢 等於是 到裡面 是比較薄的區域 所以 這邊呢 就可以 多少有一點透氣性 對不對 然後 厚的地方 比較沒有被秤厚的地方 就比較扎實 比較厚 所以這邊透氣性就會比較差 因為你還是要防 你不能說 我為了要透透氣 那所以呢 讓木酸層完全裂開 那這個時候 不只是透氣的問題了 因為你從外面 它是個保護細胞 所以我還要防止一些病菌的入侵 所以 讓它直通到那個活組織 這樣也不太對 所以 那個裂開的地方 只是說它的木酸層 相對比較厚 沒裂開的地方 相對比較厚 那有些植物呢 是用裂紋 那有些植物呢 是直接呢 用特殊的造型 就在木酸層當中呢 刻意去安排那個木酸細胞 等它撐活的時候呢 就在樹皮的表面 留下一些特殊的溫度 那這個溫度 還記得嗎 如果是點的 如果是點的 通常就叫什麼 這裡後來就形成了 那個木酸層 對不對 那如果木酸層 變得比較薄弱的地方 如果是洞 我們就把它 叫做皮孔 你看到嗎 那如果 如果不是洞 像剛剛那個 那個就是粒 粒 你有沒有洞的問題 那這個是三櫻花的樹皮 所以你去看那個櫻花 里花 梅花 桃花 你去看他們的樹皮 其實有一個共通的特性 就是通常你可以在樹皮上面 看到一些橫條的 這個就是皮孔 那皮孔的話 其實是一個木本植物的特性 所以 有時候 你可能樹很高 看不到上面的枝葉 沒關係 其實有時候 看樹皮可能就可以認出這棵樹 它算是一個重要穩定的特徵 所以你看 這個家族 桃里梅茵 等等 常常都是這樣 橫條 軟一點 長一點 你去看這個學校 那幾個三櫻花椅子 好 所以 紫細胞 它只要用這個方式去檢決 又要排列緊密性的保護 又要帶有一點點透氣性 所以會有皮孔 那氣孔是出現在活組織 有 皮孔是出現在死的組織 木栓層上面 好 然後 所以接下來 魔幣組織的部分 魔幣組織大概 容在植物體內 這個 形狀最單純 功能最複雜 因為它不需要特殊造型 通常大概就是球型 就好了 那堆呢 也不需要特別的堆法 除了少數幾個特別的部位之外 其實 我這個地方 反正有這麼大的空間 然後呢 有想像我把球通通倒進去 大致上塞一塞 這樣就可以了 所以 像草本植物的話 有時候 那個水分的增減之間 有時候連植物體 都會有點垂下來 就是這個原因 因為它堆的方式 真的是有點鬆 那 關我們的特色 就是它的細胞幣呢 會維持 那個圓海的出生幣 就是細胞幣比較多的狀態 所以才會被稱為薄幣組織 那 後來就是 整個之後發現 就是說 我們可以從基本的觀點來看 它是植物體內的基本組織 跟那個 知識組織 後面要講的 一起涵蓋進來 所以薄幣組織 共同特色 細胞幣薄 排列松散 剩下的部分呢 就是看它出現在哪裡 然後你要稍微想一下它的功能 這樣子 所以可能的情況是什麼呢 可能的情況 我還記得嗎 就是 根 對不對 根的話 就是它的特色 它會有中柱的現象 根的圍管束 是出現在正中間 對不對 那這是單子葉還是雙子葉 這個原本就是雙子葉 對 你是家字母是主 voor的 這個原本就是雙子葉 對啊 這是雙子葉 這是雙子葉 這人就是雙子葉 對 然後牧子部沿著中柱周邊環狀排列 單才是雙的特色 還有一種 還有一種是這樣子 就是像心一樣 有沒有 來 單才是雙 確定齁 單子葉的根 雙子葉的筋都會有衰這個特徵 因為你把牧子部的皮部往周邊放 所以中間會留下一個空氣 這邊要放薄壁組織 因為會在整個根的中間核心的區域 所以叫衰 那圍觀術以外到表皮車之間的博弊組織 這個部位我們通常就皮一層 對不對 十幾年前的錯誤 不知道為什麼一直都沒有開探 對 那現在檔案的日期 從2007年之後就沒有在動過 所以一直沒有趕 但當年一直施查 打錯證 所以比施惡都口頭更正 那你不是看到字 你不是看到字很心事態在那邊爽 單 單 因為木質部環狀形式排列 任皮部在哪裡 兩個木質部之間靠角落這個附近 就是任皮部的位置 因為任皮部的位置通常偏向外側嘛 對不對 好 那來問一個問題 那這一個 顏色橫生這層細胞是什麼 剛才講 柏幣組織除非有特別的目的 他才可能不是求情 所以這個地方 他就是有特殊目的的 所以他還是柏幣組織 不要啦 可以猜 我猜你當然是最好的 你只要猜 ABC柱12345 然後這麼便宜的事情 問你 中柱的最外層的細胞 叫什麼 中柱 他的名詞就看得出來 他負責圍出中柱 中柱最外層的細胞叫周翹 周翹在哪裡 這個地方就是周翹 這邊喔 還不是最深的喔 那這邊是皮層 所以皮層最裡面的 皮層最裡面的那層細胞 他要負責一件事情 他要形成一個 具有選擇性的一道圍牆 然後呢 控制水分跟電解質的進出 有沒有 那層叫做 皮層的最裡面那層 對比喔 好聰明喔 就是他內皮對不對 那內皮細胞 為什麼顏色會這麼水 他不是薄皮嗎 因為他把部分的細胞皮加後 還要再提醒一次嗎 如果這是一個內皮細胞 靠近裡面 假設是皮層區 靠近裡面 是那個 木質部的皮部跟水的話 對不對 那他這道圍牆 這一面 跟這一面的細胞壁 維持伏壁 上下左右 通通都變成是後壁 所以他有部分的細胞壁 是有加合過 所以你現在看 這個顏色才會變這麼深 形成卡式帶 所以他因為細胞壁加後 形成這個卡式帶 用來控制水分的進出 有選擇性的 好 所以 特殊嘛 他其實是薄壁細胞 可是他細胞壁還是有做 那個處理過 然後 這個也是比較特別的情況 這個是膜壁組織 那他要刻意突顯出膜壁細胞裡面 現在呢 有一些 那個 事先合成的物質 然後呢 現在分散在細胞之間 那個線條斷掉的地方 就代表那裡一定是兩個細胞線接 好 所以這個地方 因為被細胞壁組隔了 但是 後來線條還可以再繼續 就是表示什麼 那個就是原生子絲的特性 原生子絲不是可以讓植物的內部物質交流嗎 好 所以看起來有點斷掉 但事實上呢 如果你從顯微鏡底下看 那個地方其實是有微量的交流的 好 那這種東西可能會是像什麼呢 比如說 你去偷摘那個什麼樣的時候 一摘下來 不是會有黏黏的東西 對不對 那你去摘那個木瓜摘下來的時候 那個地頭 不是會有黏黏的東西 有沒有 所以 你不去摘它沒事 對不對 你去摘它 一經過破壞之後 這些東西就流出來了 那它可能就是像 像乳汁 可能像樹脂 所以這些成分其實 植物早就已經預先製造好的 像乳汁的話 目前的推測的功能是 它可能先兼具兩個功能 一是 這可能是一種養分的儲存方式 另外一個是呢 這養分可能只對植物有意義 所以你去破壞它的時候呢 動物如果硬是要吃它 那所以這時候它就可能 味道口感不是很好 甚至於帶有一些毒性這樣 所以樹不是有乳汁 也在一片葉子下來 所以如果木瓜皮 你去用搓洗的 那都不削 你去吃木瓜皮 看看 看是什麼口感 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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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不削皮 你等它淹過 才還可以吃 對不對 如果真的是生吃 然後連那個皮咬下去 你看什麼口感 那個色味很重 很不舒服 好... 好... 那... 另外就是養分的儲存 養分的儲存 基本上對於魔幣組織來講 當然我們可能會覺得 變那個... 像葉肉的地方 它可以儲存澱粉 對不對 或者是皮層跟水可以儲存澱粉 但其實對植物來講的話 它儲存的形式不一定要是澱粉 蛋白質也可以 對不對 我們講到有些像... 有些植物的種子 對不對 那種子裡面其實很多都是魔幣組織 然後就是魔幣組織當中 它可能真正需要儲存的是蛋白質 因為它將來種子發芽的時候 它需要含基酸 也說不定 所以養分的儲存不盡然都會吃澱粉 也有可能是蛋白質 還有可能有油脂 對不對 因為有些植物的話 那個種子含油脂的成本很高 那這些其實都是薄弊組織的功能 所以像水 這個植物大概三年左右的枝條 它正在賣入成熟 所以它這個水呢 薄弊組織正在消失 將來呢 會被那個木植物完全佔有這個空間 好 到葉子的部分的話呢 就是上表皮大概三到四層細胞 下表皮大概三到四層細胞 中間呢 假設不考慮葉脈的話 其他通通都是薄弊組織 所以這個地方呢 它稍微需要做一點安排 因為呢 我們現在是希望呢 這個光從上面下來的時候 能夠被吸收的比例越高是越好 因為這個光的作用需要光呢 所以就刻意把上面一點的這些薄弊組織呢 排成那個長條狀 柵狀細胞 對不對 好 所以排列呢 稍微規則性高一點 緊密一點點 它還是薄弊組織 所以它的細胞間的空氣還是很明顯 那下層呢 因為通常 很多植物事實上把那個氣孔是放在下表皮 或下表皮相對比較多 好 所以這個是為了要透氣 那你現在二氧化碳進來之後 總是要給它一點空間 因為氣體比較佔空間 所以氣體進來之後呢 考量到氣體的存在 所以在下層的薄弊組織呢 我就排列盡量讓它鬆一點 甚至於形成像細氏 有沒有 形成像細氏的構造 沒有好 所以下層這個就形成海綿細胞 或海綿組織 然後下層就是柵狀組織 那這個只是在形容它的特殊造型 我們終究通通都是薄弊組織 那葉子的部分的話呢 基本上它是光額的一個重要的部位 不是唯一 是重要的部位 所以這樣的安排方式呢 又兼具了光能吸收的效率 對不對 跟透氣性 好 所以這個就是葉子的特殊有需求 那整體上來說的話呢 因為這邊大部分的薄弊細胞都透光 所以通通都被形容 可是你這樣圍過頭去看 像這個地方 兩三年的枝條 你說真的很粗嗎 也沒有 可是這個部位事實上 應該很難透光的 所以像這種比較深層的部位的薄弊組織 你大概不會看到它是綠色的 因為照不到光 所以形成葉綠體也沒有什麼意義 所以幫忙儲存一下銀份應該是可以的 所以比較能夠透光的地方 包括草本植物嘛 草本植物你看到金它也是綠色 是不是表皮是綠色 不是 是表皮下面的薄弊組織 像皮層是綠色的 好 這是遍顯得 只好偶遍就不看了 挖 等下這時間 好 順便提一下 這植物 有沒有發現這葉子很有意思 上面是蟑螂組織 下面是蟑螂組織 下面是蟑螂組織 中間才是海綿組織 然後海綿組織的比例還不高 可以想像這個葉子的外型嗎 所以你去看這面 就翻過來 再看這面會覺得很像 有沒有 榕樹你絕對不會認錯嘛 哪一邊是下表皮 哪一邊是下表皮 這裡翻來翻去很明顯 照葉子就是屬於那種 看這面 看這面 基本上怎麼看 都覺得一樣 有沒有看到有些單植葉子就是這樣的 像是有經過那個表白筍田的時候 你看一下 表白筍那個葉子 通常單植葉葉子 這樣斜斜的方向生長 所以對它來講的話 它不需要去把這面的葉子 跟這面的葉子搞得不一樣 因為這兩面 基本上接觸的環境大致差不多 通常是水平方向的比較問題 對不對 所以上表皮跟下表皮 這時候才有比較大的意義 所以有正反面 這種斜向上生長的 像單植葉 就常常有時候正反面 沒有什麼太大意義 所以 連那個內部的細胞的安排也是這樣子 就是 這邊是紮狀 這邊是紮狀 顯然的 這個只是兩邊受光的程度 其實是差不多 好啦 這次組織 要畫黑板 來不及了 有沒有什麼問題 下午解決 哇 唇似的